解放員徐仲義 好,大家好,大家早安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災速颱風的現況 從現況上來看 從今天早上8點的位置上來看 目前災速颱風的位置 大約距離花蓮的東南東方 在7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 強度上來說 它現在還是一個中度颱風 暴風半徑是200公里 所以基本上從暴風半徑來看 它的暴風圈是籠罩全臺的 因此在陸地上的警戒區域上來說 現在全台各地跟綠島藍雨 都是在它的警戒範圍之內 海面上來看的話 台灣附近的各海域 以及巴士海峽也要嚴加的戒備 這是在警報的部分 至於我們今天在海面上要提醒的 就是海面上風浪的部分 從波浪的預測圖上來看 比較接近颱風中心的顏色 跟它的線條就是風力比較強 而且波浪比較大的部分 可以看到比較大的風力 是集中在 比較大的風力跟浪高 都是集中在台灣的颱風中心附近 台灣周遭的海面基本上 今天看起來都有可能出現 4米以上的浪高 比較接近颱風中心的東半部海面 有可能出現6米以上的浪高 基本上在颱風中心附近的話 浪高可能更高 到了晚上的時候可以看到 颱風中心稍微的北移 所以浪高跟風力比較強的部分 也會隨之北移 基本上台灣沿海各地 還是一個風強浪大的情況 所以在今天沿海各地跟外島 還是要提防風浪比較大的狀況 而且還有場浪發生的機會 所以今天除非必要 盡量避免前往海邊活動 至於風力的部分 我們在稍早的時候 在台風影響期間 在蘭嶼的部分 已經觀測到17級以上的浪高 另外在彭家宇 對不起 觀測到17級以上的強風 在彭家宇的部分 也有觀測到12級的強風 再來的話 在台東成功的部分 也有觀測到10級左右的強震風 未來預測的部分可以看到 未來預測 紅色的部分就是 平均風力7級以上 以及震風10級以上的區域 所以看到今天上午的時候 這個就是7點到12點的預報 在今天上午的時候 基本上台灣東半部地區 以及恒春半島 都是在它的警戒範圍之內 在台東部分 包含綠島藍嶼風力 雖然還是會稍微的減弱 但是可以看到 綠島藍嶼 在今天上午的時候 還是可能持續有10到11級的強震風 另外在台東的部分 也有可能有9到10級的強震風風力 那花蓮跟宜蘭的風力會漸漸的增強 那會有9到10級的強震風 那宜蘭在今天早上 也有可能轉8到10級的強震風 那到了下午的時候可以看到 除了這台風的逐漸北移 強風的區域也逐漸的北移 可以看到除了花蓮跟台東 持續有比較強的震風之外 可以看到在宜蘭 也會漸漸出現10到12級這樣的強震風 那新北的部分 也會出現從8到9級轉10到11級這樣的強震風 基隆也是 那基隆的話在下午之後 也會漸漸出現9到10級強震風這樣的現象 那到了晚上的時候 可以看到強風的現象依然持續 整個東半部地區 新北 基隆 都會是在比較強震風的範圍之內 那提醒大家 除了剛剛的警戒區域之外 今天在大台北 那北部的沿海 以及南部的沿海地區 還有外島 也有可能出現8到9級的強震風 基本上在這些區域 大家還是要多加的注意跟留意 那至於雨量的部分 我們從雨量的觀測資料來為大家做個說明 雨量的觀測資料上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雨量 從昨天到現在為止的累積雨量 那可以看到昨天到今天為止 比較大的累積雨量還是出現在我們的東半部地區 恆春半島 那最大的累積雨量是在蘭嶼 那有221毫米 另外花蓮60彈山也出現211毫米這樣的雨量 那預計從現況上來看 現況的部分 從雷達回波圖來為大家做個說明 雷達回波比較強的地方 隱含的就是在雨勢上會比較大的地方 那現況上來看 雨勢比較明顯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在颱風的中心附近 也是宜蘭花蓮這些區域 另外受到颱風環流跟地形作用的影響 我們現在北部的雨勢 那中南部特別是接近山區的部分 那以及在台中的沿海 都有比較強的回波正在發展 這些都是現況上比較需要到注意的地方 那至於雨量的預測的部分 可以看到從今天的上午到今天的下午 可以看到雨量在上午的熱區 降雨的熱區會比較集中在宜蘭花蓮 跟我們北部地區特別是山區 那中南部的山區的雨量 也會漸漸的變得比較明顯 那可以看到下午這樣的趨勢更明顯 一直持續到晚上 這些都是我們降雨比較熱的地方 那到了清晨的時候 雨勢就有機會逐漸的減緩 那從這樣的雨勢上來看 今天的部分在我們的中部以北 宜蘭花蓮跟各地的山區 有機會出現局部性的大雨或者是豪雨 那其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北部的山區 跟宜蘭的部分 還有可能出現局部豪雨等級以上的浴室 那現況上來看我們的特報的部分 就如剛剛我們講的 現在現況上的區域跟我們預測未來的區域 那豪雨的部分就比較集中在宜蘭跟花蓮 還有恒春半島的部分 那我們的雲封面的北部中部跟南部 就是在屏東高雄這些區域 還有台東的地方呢 今天還是有大雨發生的機會 那當然如果說雨勢更大的話 我們的特報的部分呢 也會相繼著跟著來調整 那請大家注意我們最新的天氣預報 那總結在這個颱風 今天要特別注意的事項是什麼呢 今天我們知道 今天是颱風影響最明顯的時候 那尤其是颱風 這個颱風是一個比較紮實的颱風 那尤其中心附近的風浪 還有雨勢呢 都是比較明顯的 那沿海還有長浪發生的機會 那所以今天的話 在海邊活動一定要特別注意安全 而且今天適逢中道大潮 那漲潮期間 如果遇到雨勢比較大的狀況 是不利於排水的 所以比較沿海低洼地區 在雨勢比較大的地方呢 還是要特別注意積淹水的現象 那颱風什麼時候比較遠離 就是在明天的時候 明天白天 那颱風呢 就會逐漸的遠離 那受到偏南風的影響 那中南部地區 還是會有持續下雨的狀況 特別注意明天的 南風帶來的水氣還是比較多的 在中南部地區 還是有可能出現比較大的雨勢 大家還是要特別的注意 以上是今天這一節最新的 颱風動態說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交點 等你喔